大家好,欢迎来到花耳编织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简单 一学的平针花纹 这款花耳编织出来极其漂亮 它是6针一组花 片子就起6的倍数加3针 然后再加2针编织 也用了6的倍数加5针 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 示范呢,我这里是起了 17针两组花,也就是6乘2 加3,再加2针编织 第一行,边针 6针的花样针是 3下 然后3上 好,重复这6针 3下 3上 好,重复到最后 没剩3下 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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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行反面行 以及后面所有的反面行 我们都是至上阵 好,排花在正面行 好,下面的反面行 我又不再做演示 只演示正面行的花围 好,第三行 好,第三行 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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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上 好,这里加针 这个上针2并1 好,重复这个组合 我们再来看一次 3下 1上 加针 这个上针2并1 好,重复到最后 我们再三下 编针 第5号 编针 3下 然后3上 好,重复这6针的组合 3下 3上 好,重复到最后 剩3下 编针 好,前面6号织好了 因为这个花围是错位排列的 所以从第7号开始 要把花围给它错开 编针 也就是 这个下针上面是上针 上针下面是下针 第7号 编针 然后3上 3下 好,重复这6针的组合 3上 再3下 好,重复到最后 我们再三上 编针 第9号 编针 一上 加一针 这个上针 二并一 然后再支三下 好,重复这6针的组合 我们再来看一次 一上 一上 加针 上针 二并一 然后三下 好,重复到最后 我们就支 一上 加一 上针 二并一 编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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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第11号 编针 三上 三下 好,重复这6针 好,重复这6针 三下 好,重复到最后 我们剩 三上 编针 好,第12号 反面号 我们也是支一号 上针 这个话 所有的反面号 都是支上针 把第12号支完 我们这话就完成了 都是上下针 支出来还是非常漂亮的一块花样 特别精致好看 好,下面就重复这12号循环去支 今天就到这里赶下收看 再见